强嫩毛新闻 触及你灵魂 北京时间6月8日 当大家都在热烈讨论 谷爱玲在时代杂志百大人物峰会上 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将担任美国申办 2030年盐湖城冬奥会的深奥大使 这一新闻时 时隔不到一天 美国深奥委员会发言人便公开声明 谷爱玲的所谓深奥大使的头衔 并没有获得美国官方的确认 消息一出 除了再次引发国内小粉红玻璃心 碎了一地的同时 也让外媒纷纷嘲讽 难道谷爱玲的深奥大使是自封的 一直以来 谷爱玲的国际身份 一直是其可以回避的话题 其本人也始终已通过冰雪运动 去连接和推动全球化这一口径 跟世界各国媒体打太急 但自从谷爱玲返回美国后 其双面人的身份 也遭到了中国网民的质疑 这一话题也引来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的发文 除了为谷爱玲运动员身份 这一标签添加所谓国际化 全球化符号外 也提醒网友不该对其后续的言行 流露出的任何美国元素而高度敏感 胡锡进的言论 也是在为后续谷爱玲身份之争的讨论降温 避免上升到国家政治高度 也为本身这一事件带来了更大的缓冲空间和余地 但实际上 谷爱玲近期的种种在社交平台和媒体上的高调亮相 以及言论中关于国籍的含糊其词 已经给他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印象 他的这种行为 并不是在凑近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 而是在政治商业的考量和机会主义 立即主义中寻求一个完美的平衡 但是显然 他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让谷爱玲的言论和表现被外泄放大 而直至美国深奥会发言人汤姆·凯利向美联社证实 谷爱玲作为运动员代表 参加了深奥会的工作 并称他正在和我们一起工作 但我们还没有给他确定一个具体的头衔 除此之外 凯利表示 谷爱玲将不会在下朝随盐湖城代表团 一起前往瑞士洛桑会见国际奥委会官员 这一官方言论的发表 或许出于其他保护的目的 想要将此事降温 避免引起更大的争议话题 但结果适得其反 美国深奥官方发言人的想法 恰恰打脸谷爱玲 起码在美国这个追求程序正义的环境中 让公众看到 谷爱玲在公众平台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给自己贴金的嫌疑 无论怎么讲 谷爱玲既然选择了代表中国初战冬贸会 即便后续她再如何解释 也无法抹去在西方世界中 为中共站台这一道德层面的污点 这对于在西方的公众人物来讲 将成为其日后发展的致命问题 而谷爱玲的言论再遭打脸 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本人 或其背后的运营团队本身 就是在无限商业化的在中美两国之间 利用各种制度和政策 绝取个人最大利益的表现 这种过度消费本身 在中国就会引发巨大的反感 加之其国际身份的模糊说辞 也必将让墙内 首先将政治考量和政治正确 放在首位的意识形态下的粉红们 对其托粉 而前文中我们提到的 在美国主流价值观中 公众人物公开站台中共 就很难在道德层面 站在制高点的价值观逻辑下 相信谷爱玲日后在美国的发展 也将遭受一定的非议和阻力 对于此次谷爱玲担任深奥大使 被打脸一事 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大家共同探讨 如果你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